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6月18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不动产投资 你需要专精到什么程度 以我来讲好了 之前大概10年前退伍的时候 大概看完了YouTube上所有的不动产教学 大概连续每天6个小时 6个小时连续两年 就是每天6个小时连续两年 然后这个资料呢 看完之后呢 把人家的教学全部写成电脑的 纯文字党 因为影片的东西你要再回去翻 非常的困难 你不可能说储存影片 我买不起硬碟 有些影片他讲完之后就删除了 比如说直播的这种东西 要播完之后 有些人他就删掉了 或者是他播完之后 这些投资不动产的人 有很多的官司诉讼 他可能讲过的东西 他就把它删除下架 但是我学习完之后的这个 把它打成 纯文字党的部分 是永远的留在我的电脑低槽里面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今天可以讲1000个主题 是因为那些年 学习太多东西 打开来后使用 我以前学了这么多东西 连续两年 每天6小时 就这样子 连续两年 请注意是连续两年 所以我会有东西讲 那是很正常的 你不曾连续两年 做白工 那你要专精到什么程度呢 你需不需要专精 到鉴壁率 容积率都会算呢 水泥棒数 钢筋强度 答案是不需要 你只需要投资报酬率 怎么算就可以了 那鉴壁率 容积率怎么算 当然 你能理解 能够了解就很好 当然 我也是看过很多 邪恶的投资客 连键币率 容积率 都不会算 但是一个人 名下挂了十几间房子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你不需要到 非常的专精 但是你记得要买进 挂好 挂满 投资报酬率拉高 基本上过一个时代 你就可以干掉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 是无法跨时代的 什么叫跨时代 2020就是跨时代 2016就是跨时代 然后2000年 就是跨时代 还有2008年 就是这么简单 大概5到8年 就会跨一个时代 就会洗掉一批投资客 这些投资客 都会后悔当年 为什么要卖之类 当然 这是20年内的事 因为近20年 是上涨的 但是 如果你拉长到近30年 不好意思 是下跌的 因为30年前 民国80几年 有一波超级高点 所以其实涨跟跌 并没有一定的 而是看你所处的时空 跟你持有的时间来定义 所以持有的时间长短 跟你 跨了多少个时代 也有关联 但是 唯一不变的 就是你有没有收租 如果你 你房子买来没有收租 本身它就是个负债 除非 你有钱到什么程度 你有钱 倒买来炫耀的 那当然就是例外 所以不动产需要专精到什么程度 投资报酬率 你一定要会算 你评估不动产的时候 不是靠感觉 是靠投资报酬率 那至于价格呢 通常投资报酬率 只要有到 价格也是便宜 相对便宜的 就是别人呢 缴不起贷款的时候 你依旧存在 就像巴菲特 为什么大家都记得他 因为比他更厉害的人 在那个时代都离开了 通通都离开了 大家都转职去做别的事情 他还在这样 你有了解吧 他讲的一句话 你们都搞错了 你们都搞错 他讲了一个重点 只要你活得够久 你就会赢了 听懂意思吗 所以他活了快100岁 人家了解 所以他跨了多少个时代 所以你要记得活久一点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身体好 别人只能活到50 你已经活到100了 所以人生就是不一样的 需要专精到什么程度 专精到投资报酬率 会算即可 买东西的时候 只要计算投资报酬率 不要计算价差 因为价差无法 就是上面的价格 你是无法预估的 很难去抓 90%的人都抓不到所谓的 接下来 这个东西会涨会跌 但是90%以上的人 都可以抓得到 这个东西的投资报酬率 但是容易计算 跟容易赚钱的 大家都不去算 大家都去看 这个价格会不会涨 会不会跌 可是明明租金投资报率 你就算得出来 偏偏不去算 这就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就利用 别人不去算的这个 巴达 别人看不起的 这个租金投资报率去买 房子你就会利于不败之地 叫做永利于不败之地 今天就拨到这 以后买房子 不用看价格 直接看投资报酬率 比如说 大家现在买1000多万 比如说1300万的一个三房平车 投资报酬算算 只有2%就不要去买 就比如说 算算 只有2.5% 现在的利率 就已经达到 2.6% 你就是倒贴倒贴的吗 到2.875%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收益 你就算你不自住 你去出租 也是不划算的 但是我们抓5%的时候 我们的扣打是别人的一倍 我们的安全系数就很大 安全边际就非常的大 这样你会买了吧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拜拜